那我们第三个镜头啊 是在这项目窗口这里啊 新建一个这个合成组 然后这里呢 命名啊 新建 镜头03 镜头03 然后呢 选择确定 这个镜头03加载进来以后呢 一样的 我们字体呢 还是一样的字 一样 就这个element 它里面的这个材质 还有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导绕关系 都属于一种风格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到 镜头一或者镜头二里面 这个element 保持不变就可以 我们需要变的是 这个文本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还有就是这个摄像机的角度 再者呢 就是这个音率的这个节奏 这个具体这个灯光 可肯定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先将所有的这里面内容呢 Ctrl加C C复制一下 然后呢 先给它连贴到镜头3里面 我们将镜头3选中了以后 我们注意看 里面还是一样 没有任何这个散文效果 我们需要给它重新加载一遍 但这个加载呢 我们就不能再使用 从镜头2里面 给它复制进来的 这个element 自学教程 这里面的这个内容了 我们先将这个文本 给它删除掉 然后呢 我们要给它 新建一个这个文本 这个文本呢 内容呢 应该是 在这里 我打的是 吸针网效 吸针网效 全方手发 然后呢 将我们的这个行间距啊 给它调大一些 然后调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选中这个element 然后呢 再找到它的这个效果空间 这里有个自定义图层啊 将我们的这个文本呢 再给它重新的给它释取一遍 再选择这个吸针网效 全方手发 然后呢 将我们的这个文本的这一层呢 给它眼睛呢 给它关掉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的话 已经失去进来了 那么注意看 这个的动画 还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摄像机动画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先将这个摄像机呢 先给它关掉 关掉完了以后呢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 摄像机的角度 我们在场景中呢 我们需要重新呢 去给它创建一台摄像机 然后呢 再选择统一摄像机工具 在这个镜头里面 我们的整体这个设计风格 就跟我们之前有点不太一样了 在这里呢 有一个这个非常急促的一个 这个固定啊 比如说 你看一下 听一下 这是前两个节奏 到这里 我们就换镜头了 比如说 看 然后镜头推到前面来 按下数字键零件 不是这段 应该是前面这一段 在这 听一下 会有非常急促的几个固点 为了卡这个固点呢 所以我在这个element里面呢 我做了一些这种动画 让我们的这个文本呢 它的这个字体呢 给它散开 完了以后 从散开到聚合的这个过程中呢 然后紧接着下一个镜头呢 又要将我们的这个文本呢 跟它聚合在一起 然后呢 从远 从近呢 给它拉远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 就会造成一种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动画 动画效果 这个剪辑整体的这个感觉啊 非常棒 看前面的一些这个文本的一些旋转的一些效果 然后到后面 还会有一些这种旋转的一些趋势在这里面 然后这两个镜头呢 然后都平和在一起 转在一起 然后拉远的这个过程 看一下 这样的 这是两个镜头和镜头之间的衔接啊 如果要做出来 类似于这种镜头的衔接的效果的话 我们肯定需要一些这种 AE的这个简洁基础啊 所以说 你单独的会这个软件 还有会这个Element 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种效果 所以说 做PS啊 一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将这个Element呢 先给它做一个爆破效果 这个爆破呢 该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 在这个分组啊 我们将这个下面的盖棺呢 先给它关掉 在这个分组这里啊 选择第一个分组 然后呢 再选择这个粒子外形 这里呢 是我们的整体这个文本啊 它的一个尺寸啊 这里呢 会有一个多重对象 然后这个多重对象呢 我们将它勾选上 勾选上以后 会发现弹出了一个多重 多重对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修改参数 这个修改参数 我们先看一下 呃 里面对应的这个参数非常复杂 所以说呢 但是呢 我们大概也没必要去呃 着急 就是说我们我们也没必要去 就是说每一个这个参数啊 都搞清楚 它是干什么的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置换随机 我们把它点选一下啊 勾选一下 发现没有什么用处啊 但是在这里有个尺寸 我们调整一下 看一下 这是可以将我们的每一个字体呢 单独的这个字体的大小呢 可以给它调整 但这个大小的这个挑战 还不仅仅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这个文本 是局限于我们这个文本里面的这些笔画啊 笔画的效果 所以默认的时候 这个尺寸呢 应该是保持零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 应该是一啊 给它调大 默认的应该是一 这是我们默认的一个 一个文本的一个尺寸 然后这里呢 有个尺寸随机 也就是说有些文本大的 有些文本小 这种效果啊 当然在前面呢 都会有马表 我们都可以将这个文本的这种效果呢 可以给它K成关键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举一犯三啊 然后呢 这里会有一个这个旋转啊 这个旋转呢 我是需要给它打一下这种关键帧的 首先呢 这个旋转 我不需要给它 不需要给它给的太这种 有太有规律的这种旋转效果 我需要给它给的是这种随机的这种旋转效果 所以说在旋转下方呢 对应的会有一个随机的百分比 当我们将这个随机百分比调开 我们注意看 其实它是一个类似于这种效果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字体 整体它的这个字间距啊 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要将我们的这个整体字间距呢 给它调大一些 还有就是行间距呢 给它调大一些 字间距 调开啊 不要让它有一些这种穿插的效果 好了我们在水标 首先点选这个anament 那这样的话 字体和字体之间这种位置呢 就给它错开了 然后这里呢 会有一个分散啊 这个分散呢 还有它的这个 我们再看看这里呢 就是这个随机啊 下方的对应的是这个置换 这个置换呢 其实就是一个散开一个幅度啊 我们注意看 我们可以让它先散开一些 然后置换这里呢 一个Z轴啊 Z轴我们调整的说 这基本上 不怎么受它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范围呢 是这个文本效果 我们主要用在这个分散这里啊 选择这个Z轴 我们将给它错开 我们这样子 Z轴 有一些呢 在后面 有一些让它在前面这种效果啊 然后Y轴呢 也稍微给它错开一点 X轴呢 也稍微给它错开一点 好了 我们错开到这个幅度上的时候呢 基本上这个 前期的这个动画的这个角度呢 基本上已经确定好了 那现在呢 我需要给它做一个关键之动画 呃 但凡呢 我们要做关键动画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肯定的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节奏走啊 所以这个节奏呢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我现在先让我们这个所谓散开的这个模型呢 给它做一个这个聚合的这种动画 现在散开的这个角度 还有它的这个位置已经调好了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K关键帧 我们先将时间线上的这个指针呢 先给它归零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刚才对这个随机这里给它K了个 给它做了一个动画 所以我们要将随机这里呢 点选下去 点选一下 让它记录好 115度的这个关键帧在这里啊 还有呢 就是分散的Z轴给它记录一个 智患的Z轴 还有它的这个 呃 分散的这个Z轴都给它记录上关键帧 就可以了 我们记录好以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element 然后按一下快递键U键 我们检查一下啊 你去看我们记录好的这几个关键帧呢 都会在我们的时间线下方 然后拖拽一下时间线 拖拽到这个大概在 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古典子 也就是非常短的这个几秒钟啊 我们我们先将这个音音乐的往后移 然后呢 我们再要将这个时间线 这个指针呢 拖拖到这个位置上来 也就是在将近到两秒钟 这个位置上来 将我们element上面所有的参数呢 先给它归成原位 也就是说 这个随机的这个角度呢 默认的时候应该是零 然后Z轴的这个角度呢 应该是零 然后这里呢 应该是零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还会有一个 啊 置换X轴 这里应该是也是零啊 置换Y轴也是零 然后将我们的这个前面的 再将我们的时间线指针 拖拖到前面去啊 再将我们X轴和Y轴呢 稍微给它调出来一点 调出来一点 就可以了 让我们拖拖一下时间线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动画 我们注意看 我们按一下数字键零键 先听一下它的这个音乐 现在呢 整体这个节奏感呢 还没有搭上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 这个画面的这个动感啊 太弱了 所以说呢 我们先不管这个动画 具体做得好不好 我们先将这个摄像机的 这个效果呢 先给它打出来 我们现在场景中呢 是有摄像机 我们选中这个摄像机 按下快键U键啊 我们发现 我们选中快键U键以后 下方没有任何关键帧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摄像机的这个技术上给它做一个动画 我们要选中这个最上方的这个摄像机工具 统一摄像机工具啊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我们按住鼠标组建以后 你注意看这是旋转工具啊 这是旋转工具 我现在要的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旋转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先将这个 镜头呢 按住鼠标右键的往前推 往前推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摄像机选项给它点开 摄像机的它的这个变换这里啊 我们要将这个所有的这个 关键帧呢 统一的全部给它打下去 那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我们少 不容易造成我们少打关键帧的这个问题啊 全部给它可以关键帧就可以了 那么拖拽一下时间线啊 到这里的时候大概在一秒钟多远的时候呢 给它旋转一周 啊 我们看一下 哦 也不需要旋转外周 我们直接直接在这里 应该是旋转这个摄像机角度就可以了 镜头往前推 旋转一下 看一下 会有一些这种旋转的这种趋势啊 按一下数字键零件 看一下 这个角度啊 不是特别好 哇 往后移一下 看一下 按一下数字键零 角度再往下轻一下 类似于有一些这种转场效果 再往下稍微调一下阳翘 这个镜头还可以 这只是作为一个转场而存在的 我们按下锁键零件 看一下 还行 看一下 再将这个指针的往后移一下 这是我们的这个摄像机E的这个效果 这个前面登登登几下过去以后呢 我们再去从这个镜头里面 再去给它切到下一个摄像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 所以说呢 我们要将这个摄像机呢 给它从中间的给它裁开 所谓将这个摄像机呢 Ctrl Shift加D 给它做一个剪线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摄像机呢 上面的这个摄像机 它按下快捷键U键 将它所有的关键证呢 全部给它删掉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等于我们在这个摄像机中呢 又创建了一台摄像机 只不过这个摄像机呢 跟我们之前这个摄像机呢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呢 我们在这里呢 在这个摄像窗下方这里显示的是活动摄像机啊 就是这个指针移动到哪个位置 这个位置显示的是这个摄像机的画面 所以说在这里呢 就显示摄像机的画面 当我们这个指针拖拽到摄像机2的画面的时候呢 这个摄像窗就会显示摄像机2的画面 如果我们切换到这个摄像机2的画面 不管我们怎么去移动它 我们这里呢 我们首先移动的 首先都是这个摄像机2的一个画面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在这里呢 默认的时候呢 应该是活动摄像机啊 我们先将这个摄像机 它的这个关键针呢 先不给它打 我们先调整这个摄像机的这个角度啊 先看一下 移动到这个位置上来 调整一下 按住手标左接 先调整一下它这个角度 有一个这种仰角的这种效果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的 它的这个立体效果啊 好了 基于这个角度啊 我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 所以这个镜头呢 我们可以往前推 基于这个镜头的这个角度呢 往前推 将它这个目标点和位置呢 给它K关键针 然后往后移 移动到第二秒钟 这个位置上呢 往后到 按住手标中键 往右一点 往右移一点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镜头 画一下过来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两个镜头 在同一个合成组呢 中的已经给它做完了 然后我们按下数字键零件 先观察下它整体动画效果 到这儿过来 然后我会发现在这个这里呢 这个文本聚合的这个速度呢 有些快了 还有就是这个摄像机的这个跑的这个速度也有快 有点快啊 我们将这个移动到这里啊 让它落款的这个速度快一些 然后到后面呢 移动到这个四秒钟 这个五秒钟这个位置上呢 再给它稍微往后动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 它会有一个这个运动趋势在这儿 你注意看我们这个时间线往后拖拽的时候 这个文本呢 还是给它 还是会有一个想向后这个运动的一个动画在里面啊 这样的话 这个文本在这个空间空间里面运动的这个显示的这个效果呢 更加生动一些啊 然后呢 那我们再将这个element选中啊 然后按一下快捷键U键啊 将它这个后面的这些数值啊 整体往后拨一下 那具体这里面这个散出来这个效果 大家仔细去调整一下 因为我在这里呢 讲的比较仓促啊 你可以将这里面这个碎块调的更丰富一些 这样的话 呃 这个转场的这个效果呢 看起来就更炫一些哦 好了 我们调好了 有后我们按下数字键零件的再去给它做一次预览 好 按下数字键零件 怎么样 像我还可以吧 刚好跟我们的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呢 刚好就卡上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个镜头 那我们为了方便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做好的这几个镜头呢 就是方便 我们就是呃 再去给它做一些 这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体效果呢 我们可以将我们之前做好的这三个镜头呢 先放到一个大的合成组中去呢 给它拼接在一起 先看一下几个镜头放在一起搭不搭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一个总的这个合成 这个合成呢 其实就是一个总输出啊 我们建完好这个总输出了以后呢 我们将这个音乐节奏先给它放进来 然后呢 将它还是一样啊 我们要将它的这个频这个节奏呢 给它调出来 这个它的这个总输出的 它这个时间长度呢 是八秒钟 一点太短了 我们选中这个合成组设置 然后点开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这个 八秒钟呢 给它调大一些啊 我们给它调到这个 三十秒 暂时啊 我们选择确定 然后选择这个黄色这个节点往后拉 那这样的话 将后面这些这个节奏呢 选给它先拉出来再说啊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镜头零一机啊 我们拖着到这里面来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镜头零一机里面啊 我们之前放了一个音乐进来 然后我们点开总合成里面的以后呢 我们注意看 这个镜头零一旁边呢 会有一个喇叭 我们要将镜头零一机里面的这个音乐呢 先给它关掉 因为在这里呢 重点要听这个总合成里面的这个音乐啊 所以呢 我要将这个镜头零一里面的这个音乐呢 把它关掉 要不然点后渲染的时候呢 会有两道音乐充合在一起啊 镜头零二呢 再给它单独的给它放进来 镜头零三呢 再给它拖着进来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别的对三个镜头呢 可以给它做一个先给它做一个预览 拼接在一起 到底合不合适啊 好了 我们现在先将我们这个几个镜头的这个小瓦巴先关掉 主要还是听下面的这个节奏 我们按下数字键零件 这个渲染速度呢 整体有点慢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完整这里呢 换成四分之一啊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渲染速度 我们按下数字键零件 好了 听一下 节奏没有卡上对不对 好了 我们现在先将时间线拖着到这个位置上来 这是第一个镜头要结束的时候 将第二个镜头推到这个位置上来 推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同时呢 我们要将下一个镜头呢 给它剪掉 怎么剪呢 手标组件放到这个时间线后面的这个末尾的这个位置上来 然后呢 推动一下我们这个手标组件 这个上面的这个滑块啊 然后我们按一下数字键零件啊 再去 再按一下 这个镜头出的有些快了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啊 所以说我们要将这个镜头往后拉一下 将后面的东西呢 再给它拖拖出来 到这儿 我们再停一下 啊 刚好搭上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镜头 第二个镜头出来了 到这儿呢 我们再按一下数字键零件 到这儿呢 第三个画面要出厂了 所以说我们要将第三个画面呢 推到前面来 第二个画面呢 给它剪掉 那你看是这样的 我们注意看 再停一下 再按一下数字键零件 好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三个镜头呢 刚好的去给它拼接在了一起 看它会有一个蓄力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要将这个镜头呢 稍微往后带一带的话 嗯 它会看起来呢 整体的这个效果呢 会好一些啊 尤其是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 到这里呢 我们第四个镜头呢 就要出现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还需要单独的将第四个镜头呢 做完以后呢 再给它放到这个总合成里面呢 去给它贴心采放 好